我问男朋友几个问题 刚才赵川老师问你 你明白了吗 你回答这个问题 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什么 我明白可能是 时间越来越长之后 我对我女朋友的那种 关怀什么的 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但是确实有一些 客观的因素在里边 停 怕就怕但是后面的话 你前面 既然认识到了问题 你又来一个但是 我告诉你 正是因为男闺蜜的出现 才让你不得不面临 这个现实的问题 你对你女朋友 的确是关心少 如果关心多的话 居然一个城市 过成了好像异地恋一样 说你很忙 居然在她生病的时候 你不在身边 你缺位了 你貌似顶着一个 男朋友的这个称号 但是你没有做到 男朋友的那些事实 相反 有一个又高又帅的 懂得体贴 关心的朋友 异性朋友 出现了 我们暂且不说 你女朋友 现在是什么样的心理 但至少她的防线 在被那个小子 是一次又一次地在进攻 如果说你还是在找各种的理由 客观理由说 但是后面怎么的 那我劝你 放弃这段恋情 把真正的爱情的机会 还给有这个资格 或者说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想法去做的人 我们举几个例子 同样是特殊的节日 在情人节 你只是做表面的工作 甚至于连表面的工作 都不愿意做得很充分 在晚上没有一起过 情人节要见到人 没有 见到了五块二 我们比的不是这个价格 但就能够感觉到这种心意 没有 第二 恰恰都是你每次不在 而最需要你在的时候 都是那个男孩在出现 这么危险的事 你还居然还能 这么淡然处置的指示说 我很介意 我很生气 但你不做出任何的改变 可见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没有那么的重 如果换成我 若是我的女朋友 面临这么一个 竞争对手出现的话 我立马 马上我装了也装了 我也做到对他的陪伴 我也知道我的问题 出在哪了 小伙子 闷心自问 你对他的关心是不在了 但背后是 你真正还有那么爱他吗 若真是没有的话 不要勉强 爱情这事绝对勉强不来的 就这样 我来帮女方做一个 男闺蜜方面的测试 你也听着 我问女方几个问题 你在跟你的男朋友 吵架的时候 会不会第一时间 想到男闺蜜 然后发信息给他 我会 我跟他说过 好 你们对彼此有昵称 没有 就是直接叫名字 直接叫名字 好 那就不算有昵称 动不动会找他帮忙 比如说修个电脑 或者去 搬一个什么比较重的 这种的东西 你都会去找他帮忙 不会找男朋友 对吧 因为他不是 好 因为男朋友没时间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晚上十点以后 你们还在闲聊 发微信 甚至睡觉前会互到晚安 有吗 我觉得也不是每天都是这样的 但是偶尔会 偶尔 偶尔的频率是什么样的 也不是很高吧 差不多适中 一个礼拜几天 一个礼拜有三四天的样子 七天有三四天 再跟他十点以后发微信 然后到晚安 做完以上的测试 我给一个答案 这不叫男闺蜜 就是云备胎 通过你对他秒回微信 通过你有什么问题 都会向他倾诉 包括你男朋友 对你怎么不好 他为什么会知道 一定是从你的口中 给了他这些讯息 所以说他之所以能够 这么紧密地关心你 陪伴你 是因为你把这扇窗户打开了 给了他机会 所以他才能够 接近你 靠近你 如果你始终 是有着自己心理防线 一直紧关这扇窗的话 他不会成为你的男闺蜜 男生你要意识到 现在局面就是这样 而且我给你的忠告 是什么呢 不是说六年以上的感情 就不需要经营 不需要浪漫了 浪漫是要细水长流的 你没听说过 七年之痒吗 如果在最危机的时刻 你还在四亿万维地 去放任你的感情 你最后收获的 就真的就是男闺蜜 如果之后在有另一段感情的时候 你不能用这样散漫的态度 去面对这段感情 否则最后只有自己伤心而已 还有就是想忠告 最后忠告女生一点就是 如果你在真心真意 爱一个人的时候 那你就要为他守住这扇窗 如果你觉得我不爱了 你就大大方方直直白白告诉他 你对我不好 我想要寻找其他的爱我的男人 说出来没有什么可耻的 让我们大家现在觉得 心里面不舒服的 反而是你这种隐隐藏藏 折折掩掩 知道了吗 好 谢谢二位 这个男闺蜜的出现 起到了很好的一面镜子的作用 的确 当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 你要想尽办法为她做点什么 而你的确有点冷落了她 但这不是最重要 如果一个女人在你不在身边的时候 因为需要陪伴 而让别的男人趁虚而入 这个女人迟早不是你的 姑娘 人生是要有主刺 你太多的地方不分主刺 大学生凭着自己的努力 挣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这也没有错 但是不能本末倒置 你是个学生 你主要的责任在于 好好地读书 将来找份好工作 适当地坚持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整天只知道所谓的应酬和兼职 而忽视了学习 那是本末倒置 虽然我根本不相信 男女之间有所谓纯粹的友谊 但是如果有一个所谓 相对于较好的男性朋友 也可以理解 但如果好的主刺不分 超越了和自己男朋友之间的爱 和关系 那就难免让人生疑 我很喜欢一句话 当世界上我真正爱的那个人 出现了之后 其他的人就都变成了将就 而我不愿意将就 但是你是个太喜欢将就的人 当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 一定是排他的 当如果你的男闺蜜 在照顾你的时候 你应该拒绝他 这样的女人才真正的最可爱 因为他有主词之分 他有是非之别 一句老话送给你 若爱请深爱 若气请彻底 不要暧昧 伤人伤己 好 不要一有 谢谢 ですね 啊 感谢观看